小时候家长带着我们路过各种玩具店文具店的时候 从孩子们心中的英雄奥特曼 到咔咔咔咔的铁胆火车侠 从好朋友数码宝贝到另一个好朋友宝可梦 各种可动的数量模型玩具 一直是吸引我们所有目光的东西 它们往往都是国内玩具厂 根据电视上放映的热门子宫箱片子 来制作的盗版玩具 很好理解世界上最好赚钱的对象 就是老人 女人 小孩 这些在小孩子心中有着弥足轻重地位的荧幕角色 自然不要太好骗钱 就算时至今日 这些作品和角色依旧是已经长大的我们 所拥有的美好回忆 所以二剑一束去拍GV的假消息 才会引起轩然大波 很多人可能不熟悉这个名字 这位演员最有名的角色叫高原四让 也就是特车剧《铁甲小宝》的主角 铁甲小宝也是塑料玩具中的一员 卡布达的变身动作为厂家们制作一个 看起来好像很精美的玩具做足了铺垫 不过这个变身前的ASS 是脑袋的设计实在是有点 铁甲小宝与其他在国内知名度很高的特色 例如奥特曼 假面骑士等在大众的印象中不同 似乎这就是一部独立的特色 而非常见的系列 那么真实情况呢 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 大陆引进了几部制作优良的特色 包括迪迦奥特曼 百兽战队等等 他们的共同特点 都是在日本九副盛名的系列作 而其中奥特曼更是引进过不止一部 与奥特曼和战队齐名的假面骑士系列 并没有被大陆引进过 但TVB曾经引进过很多部 在大陆也有过很多光盘贩售 选择有名气的作品进行引进 本身也是一种兜体的行为 而日本除了奥特曼 假面骑士 战队这三大特色之外 当年还有一部叫 《金属英雄》的特色系列 这个系列诞生于空档期1982年 当时《昭和假面骑士》第二期完结 东映手边的特色只剩下战队了 于是他们决定 砸钱砸出来一个全新的特色系列 号称《超越假面骑士》的单人英雄 这部片子叫做《宇宙形式Gavin》 也是《金属英雄》系列的第一部片子 足足花费了 构制作两个新特色英雄的预算 同时首次在特色中 使用影像合成技术 可以说是孤注一掷了 最终的结果自然是大获成功 最高时18.6%的收视率 足以说明 东映的决定是多么的正确 因为主角穿着带有金属质感的装甲 所以被观众们冠以 《金属英雄》的名号 而后官方就将这窃取 作为正式的系列名称来使用 《宇宙行径》将假面骑士 和战队的设定结合 例如单体英雄 对抗巨大的邪恶组织 巨大的机械等等 同时还反补了 后来的假面骑士 Black RX和特赦战队连者 包括电影《机器战警》中 主角的设计也来源于此 同时也树立了系列 特色的变身说明 以汉字作为变身用语 一瞬间完成变身 并配以旁白解说 和详细的镜头回放 对作品中出现的设定 也借由旁白进行详细解说 可以说是非常蓄刀的变身了 变身石亭大法 也算是在这里被发扬光大了 这一系列一共推出了17部 也延续了17年 我们熟悉的《铁甲小宝》 是系列的第16作 而《铁甲小宝》的续作 《铁腕侦探》陆宝达 因为彻底倒向了子共相 使得原本的粉丝大量流失 直接导致了系列的没落 之后到2000年 《金属英雄》的档期 被交予了平成假面骑士的开山座 假面骑士空我 标志着该系列就此画上了句号 《金属英雄》的没落 的确与子共相的风格 有着直接的关系 但是《铁甲小宝》和续作《铁腕侦探》 绝非系列突然暴毙的根源 《金属英雄》 第一次严重的滑铁路的原因 是过于成人化 系列的第6部作品 《超人机米陶德》 也是口碑最好的一部 以著名的人造人间电脑奇侠 为蓝本创作 但是因为太过于成人化 导致收视率很低 以至于将原定的50级 破到了39级紧急完结 后来被系列第9作 《特警威斯班特》 挽回了收视率 这么说有些平淡 那么《特警威斯班特》 至今仍是周日早上8点放送的 特赦番组的最高收视保持者 而且小林静子阿姨 就是因为本作 才决定去当脚本家 同时还差点 让自己的同事 战队系列彻底完结 幸得巅峰期的 井上闽术大魔王救命 才活了下来 这样说 是不是能体会 究竟有多牛逼了呢 可惜哥哥牛逼 不等于弟弟也牛逼 同事界观的第三作 《特色Xraft》就全程梦游 世界观捏合了 莫名其妙的外星人 和神魔战争等题材 结果又因为收视率不行 所以强行跟前两作扯上关系 变成同事界观 实在是看不懂东映的操作啊 啊对了 《特色Xraft》是系列中 大陆引进的第一部作品 之后东映搞了两部 跟战队风格非常相似的作品 《Be Fetter》系列 尽管收视率尚可 但是反响其实趋于一般化 而后本来准备推出第三部 但是出于审美疲劳的考虑 和来自一部分家长的反对 计划就这样夭折了 铁甲小宝 就在这种背景下 顶刚上线 其实铁甲小宝 至今仍有争议 最大的原因是风格的完全转变 和主角们的变化 从凭上老民拯救世界 变成了和谐有爱的竞技游戏 从穿着金属战斗服 开着巨大机器人的超级英雄 变成了蠢萌蠢萌的 罐子机器人卡布达 和类似被选招的孩子的主角小让 这一启动的转变 着实让人懵逼啊 铁甲小宝的主线非常简单 大家像是收集七龙柱一样 收集着和平星 只不过和平星每一个 都可以许愿一次 而且凑齐了和平星 也不会召唤神龙 而是召唤和平星守护者S 出来破坏地球 故事为我们展现了 拥有良好早教的 卡布达 金龟次郎等人 与缺娃教育的蝎子来来 鲨鱼辣椒等人 以和平星展开的一系列争夺 其实比起更加子宫低龄的 续作铁碗侦探 铁甲小宝在设定上 还有很多的私货 相对而言啊 也就没有那么子宫啊 抛开小让和卡布达之间的友情 听听队长 就可以视作法制社会的体现 通过假和平星来嘲讽布达尔 或者在剧中更是比比皆是 铁甲小宝的制作团队 的确拿出了诚意 动用了包括从70年代 就开始制作特赦的 制作人八手三郎 足球小杖J的系列构成 山田龙丝 假面骑士针的编剧 攻下笋一 数码宝贝的编剧之一 普则一雄等等 看得出东映还是想要挽回这个系列 可惜不但无力回天 还加速了死亡 对于现在的大多数观众来说 记忆中最深可能就是角色的名字 比如蝎子菜 不对 是蝎子来来啊 还有鲨鱼辣椒 以及石灵剑 我是说车轮滚滚啊 有趣的是 蝎子来来的设计原型 其实是后鱼 虽然与蝎子同为节肢类动物 但是实则相距甚远啊 除此之外 蜻蜓队长的三项原则 也让人记忆犹新 具体的台词 可能很多人都记不清了 让我们来复习一下 第一 绝对不能一起用事 第二 绝不能漏抓任何一件坏事 第三 绝对裁判公正漂亮 我是裁判机器人 蜻蜓队长 当年观众们都觉得 凭什么你这么屌 所有人都要听你的 32集看到他被裁匾 还觉得应该 结果33集 红色蜻蜓队长闪亮登场 直接把所有人的狗头都打烂 立刻就全都幸福口福了 对于很多人来说 蜻蜓队长可能才是 天下小宝中真正的超级英雄 炫酷的出场方式 强大的实力 神秘的背景 无不凸显出英雄魅力所在 而且蜻蜓队长的外观设计 也算是对金属英雄系列 传统主角的一种精神继承 虽然巨大机器人 被鲨鱼辣椒和卡布达拿去了 但是作为作品中罕见的人行机 蜻蜓队长的地位不可动摇 在TV正片之外 铁甲小宝还有两部剧场版 相比于上过电视的TV版 看过剧场版的观众 可能就更少了 一部是现在特赦常用的 前辈后辈交接剧场 卡布达在铁碗侦探中 客串了一把 没什么好说的 而另一部则是年底特别篇 圣诞大决战 在圣诞大决战中 作品一反常态的 不是那么自攻相 大反派 邪恶机器人 杂兵 前辈玩具具象化联动等等 或许也是制作组 对东映上层的一次无言抗争吧 在TV版的最后 主角们集齐了全部的和平心 然后和平心守护者S 出现想要毁灭地球 在蜻蜓队长的主持下 与卡布达小让 他们进行竞赛来决定对错 最终打成和解 大家领悟到了和平的争议 铁甲小宝在日本播出之后 虽然收视率并没有坍塌 但反响也并不是那么好 只有老观众抱着 说不定东映 还能再自救一次的心态 去继续观看了铁碗侦探 然后 系列就此终结 对于观众而言 铁甲小宝是很重要的 童年回忆之一 当年在大陆的热度 更是不在迪迦奥特曼之下 不过由于种种原因 这样的热度 并没有支持系列继续走下去 去做铁碗侦探 也并没有引进到 大陆的电视台播放 作为东映曾经最重要的系列之一 金属英雄的影响 至今仍然可见 包括系列中的角色 在战队中客串 设定被假面骑士和战队 拿去借用等等 对一个系列作品而言 走过17年 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世界上那么多的英雄和怪兽形象 树立起IP的并不多见 就算是漫威和DC也常常会腰斩掉 他们的新英雄 哥萨拉和金刚这样的怪兽片 就更少了 加美拉这样的日本国民级怪兽 也没能成功走出国门 观众是很容易满足 但是又非常挑剔的人群 如何摸准观众的口味 是每个制作团队所研究的内容 对于系列作品而言 就更难了 然而这部原本被判死刑的作品 却在中国影响了一代观众 时至今日 蝎子来来 张冷恶霸 鲨蜂蜡 蜡蜡 车轮滚滚这些名字 还会时不时地 在聊天中或者表情包里出现 而蜻蜓队长的绝部三段式 似乎也从没在我们的眼前消失过 铁甲小包卡布达 终究是很多人的童年 即使有着许多问题 但它依然是很多人心中的净土 或许如今的我们 早已忘记了故事究竟讲了什么 但最让人怀念的 或许其实是 当年抱着电视追剧的 那份心情吧 时光慢慢流逝 许多人喜欢上了别的东西 可再次点进那个世界中 看到的依旧是曾经的人们 在寻找着我们曾几何时 都最想要的 和平心的 奋斗的身影 曾经你最喜欢的是哪个故事呢 如今的你 还能想起的 又是哪些故事呢 不介意的话 就在评论区 分享给我们吧 感谢收看本期ACG文录 我是玩偶军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